你有没有发现在工作场合中 总有一些人表现得目中无人 喜欢冒犯上级 这或许显摄这个人 在家中可能未必能真正做到孝顺 在论语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敌 而好犯上者嫌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 尽爱兄长 却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 是很少见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人品 要看他是否处在 一个序列的正常位置 看他是否孝敬长辈 是否清楚自己的身份不作于位之事 守住自己的价值和位置 运气就会变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